汉武帝为什么要亲自办一个平民郭姐的案子? 郭姐平民一个汉武帝,为什么要亲自办他的案子郭姐? 不是达官权臣也不是世袭贵,族甚至都算不上是个有钱人家。 虽说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记载了他的名字和主要经历, 但在以官位作为标准的封建社会,说到底郭姐仍然是一个平头百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官无品之人,为什么会令汉武帝亲自下令逮捕? 并在朝廷上一份奇案,且最终将其灭族了呢? 他又是触动了汉武帝的哪根神经,让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要和一个平民较近汉武帝, 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国姐是指英贼金河南起源市至城镇, 县人为人个子虽然矮小却精明强悍打小,就残忍狠毒, 只要心中愤慨不快就,动手杀人被他亲手杀死的人有很多。 同时他还招揽王命徒抢劫财物,撕住钱币掘坟盗墓, 可谓是干净了坏,是可是说起来也巧每次放科杀人, 以后他总是能遇到大赦就是在遇到危及大难之时, 也总是会得到机会脱身,不知道是上天给他机会改过自省, 还是让他恶贯满盈,时和他算总账反正郭姐, 逃脱了惩罚躲过了危难而且还小有名气。 等到年龄大了郭姐,改变了一些行为、做法, 开始以恩抱怨经常施舍对别人有怨恨不说对他人有恩不夸, 表面上行侠仗义,但是他的内心仍然是残忍狠毒, 为一点小事得罪了他仍然会行胸抱负这种扭曲的性格行为, 却得到了当地很多年轻人的仰慕和效仿, 有些人在悄悄地为他做事而不让他知道,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一百二十七, 汉武帝要将各郡国的富豪人家迁徙, 到茂陵附近居住基本条件释迦资满三百万, 郭姐不符合这个条件, 但却上了迁徙名单, 官吏们虽然害怕却不敢不让他, 迁徙大将军魏清替他求情说, 郭姐家中贫困不符合迁徙的标准, 但汉武帝却说, 一个平民百姓能够让大将军替他求情, 证明他家并不穷, 最后还是把郭姐一家迁徙了。 最初提议迁徙郭姐, 的是指县杨记主的儿子时任指县县院, 因与包辅助县令管理某项事物的官吏, 郭姐的侄子就把这个杨记院的头砍了从此阳, 郭两家结了院到了茂陵以后, 郭家又把杨记主杀了杨记主的家人尚书告状, 告状的人又被杀死在宫门口, 汉武帝知道了这个消息, 下令捉拿郭姐郭姐跑了。 郭姐把母亲安置在下阳自己逃到陵, 进陵记, 有个叫吉少公的人原本不认识, 郭姐郭姐冒昧地前去求助, 让他帮助其果官吉少公, 还真的把郭姐送出了官, 想郭姐安全地转移到了太原这个郭姐, 虽然是个逃犯奇境况却并不是黄黄, 不可终日他每到一个地方经常会把自己的情况 告诉给吉宫石宿的人家。 官吏吉拿郭姐追踪到吉少公这吉少公, 却选择了自杀线索, 一时间断了, 过了很久郭姐被捉拿归案, 但是, 在追究郭姐杀人罪行的时候却遇到, 每一个难题郭姐杀人都是在大赦之前, 还有很多杀人案件虽然是因为郭姐而起, 却并不是郭姐亲手所杀有的甚至郭姐, 并不知情比如有一次, 只见有个如生河前来查办郭姐案件的使者贤作。 当听到郭姐门客称赞郭姐时说, 郭姐专门爱做奸邪犯法的事情, 怎能说他是闲人呢? 郭姐的门客听到这话, 就把这个如生杀了, 还割下了他的舌头官吏们追问郭姐, 让他交出凶手而郭姐, 确实不知道是谁杀了人直到最后, 这仍然是一庄玄案审案的官吏, 只得向汉武帝报告说, 郭姐无罪御使大夫公孙宏议论说, 郭姐是一个平民但是他专义行侠, 玩弄全数, 因为小事而杀人郭姐自己, 虽然不知道这个罪比他自己杀人还要严重, 应该判处郭姐大逆不道的罪, 汉武帝同意了杀了郭姐, 还将其灭族, 按理说这刑罚有点过重, 可是汉武帝为什么要和一个平民较劲, 并施以重手呢? 这就是公孙宏所说, 牵扯到郭姐的这些案子, 比他自己杀人还要严重, 具体有三个原因, 直接的原因, 防止郭姐实力作大, 郭姐在社会上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势力, 如果不及时根除很可能就会成为封建, 社会的一个毒瘤,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要流失政权的命郭姐的外省依仗, 郭姐的势力同别人喝酒, 使强迫别人干杯, 人家喝不了就强行灌那人发怒, 拔刀刺死他跑了郭姐的姐姐, 怪罪弟弟把儿子的尸体扔在道上一次来, 羞辱郭姐郭姐知道了凶手的行踪, 等到凶手无奈, 来到郭姐面前时郭姐却放过了他说, 你杀了他是应该的受我的孩子无礼, 郭姐拿外伤的命换来了更多人的衣服, 我们同时看到在这件杀人案当中的, 方官员没有出现郭姐一句话, 这个杀人者就没事, 而郭姐的势力不仅仅局限于纸县洛阳以及周边郡国有了, 纠纷当地人调解不了就来找郭姐调解郭姐出面, 当事人并不是内心嘛, 一旦畏惧于郭姐的名声, 却又不得不违亲地接受郭姐的并不让人马上执行, 而是等他走了以后, 再让当地人调解, 把功劳记在当地人身上, 这让他得到了更多的好名声。